我不理解他为什么坚持和我拧这个,忍不住眯了眼睛去瞅他,宋太医颤抖着在我面前跪下了,磕着头,额头上滚着汗珠,结结巴巴地说道, 张老太君那里确实曾与老臣谈过些事,老臣也是硬了的,可不曾想,来给娘娘枕脉之前,皇上就招了老臣过去, 非但知道您家里怎么和老臣说的,就连在哪里见的面都知道了,老臣一个扛不住,就都承认了。 我听得一身冷汗,心里一个劲地念叨着,尊老,尊老,这才强忍着没抬脚去踹他,只冷声问他,他怎么说? 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又接着结巴道,皇上就交代了, 既然娘娘盼着自己游戏,那就诊出个喜脉来,叫您如意就是的。 谁知,老臣却发现,娘娘是真游戏了。 我觉得脑袋一阵阵地发懵,强自忍着,声音也不由地跟着他打起颤栏。 你,你为什么不早说? 宋太医很是委屈地看着我,娘娘,老臣一直都和您说您有喜了。 我一口气差点没噎死过去,又问,你为什么不和张老太君说我是真游了? 宋太医更是委屈,他也没再问老臣呢。 我眼前开始发起黑来,真有种要吐血的感觉了,我觉得此刻再和这老头待下去,我会忍不住掐死他。 只得冲他摆了摆手,走吧,快走。 估摸着他也在一直等着我这句话,听了匆匆忙忙就退了下去。 我一直默默地坐着,只觉得精神有些恍惚,脑子里一片空白。 绿梨轻手轻脚地从店外进来,低声问道, 娘娘,宋太医可是说了什么时候可以落胎? 我抬起头,定定地看了他半晌,轻声说道, 绿梨,我是真游了。 绿梨争了,两人相对久久无言。 我这里一把心酸泪正要流下的时候,绿梨呼地从地上跳了起来,低声欢呼道, 哎呀,娘娘,那岂不是都要气死僵尸那件人了? 我接遇吐血,忍不住向后扬倒,绿梨,你还是先气死老子容易些。 绿梨一脸急色地扑了过来,急声道, 娘娘,娘娘,你怎么了,来人啊,来人。 她这一叫来人不好,宫女那时呼啦啦涌进一大棒,连带着把奇声也招来了。 绿梨端着碗燕窝粥跪在我的床前,一个劲地苦声哀求着, 娘娘,娘娘,您就吃一点吧,再怎么样也是自个儿身子重要啊。 我听得有些动容,强撑着手臂坐起身来,绿梨脸上大喜,立刻过来扶我。 这样才对,娘娘就算不顾忌自己的身子,也得顾着腹中的孩子啊。 绿梨,你不嗷死我,你不甘心是不是? 我立马推开她,重新又躺了下去。 店内顿时又乱了起来,正乱哄哄地闹着,却又突然静了下来。 奇声走上前来,站在床前看了看我,淡淡地吩咐,你们都下去吧。 绿梨畏惧地看了看奇声,又担忧地看了看我。 迟疑了一下,还是退下去了。 临走时,却是壮着胆子,把周晚塞到了奇声手中。 就见奇声微微地一愣,然后端着碗在我床边坐下了。 他沉默片刻,突然说道, 其实,这个孩子确实不是我想要的。 这次上来就说实话,太不像他的风格了。 我忍不住坐起身来,警惕地看向他。 他勾了勾唇角,露出一丝苦笑, 确实避开了我的视线,顿了顿,缓声说道。 可当我知道这孩子真的存在了的时候, 我的心里竟然很欢喜。 他这样一说,我便忍不住松了口气。 他现在还不忘接着糊弄我, 可见心里还是忌惮张家势力的。 那么,我的近况就还没有到最糟的地步。 奇声在那里继续煽情。 有时候,忍不住会想着, 这孩子到底是男孙女, 长得什么样子, 像你还是像我。 若是生男还好, 以后娶了媳妇进家就好, 可若是生了个女儿, 我以后要把他嫁到谁家去, 既不能叫他受气, 又不能委屈了他。 我从未想过, 这小子竟然也能如此磨叽, 到后面实在忍不住, 出言打断了他。 皇上, 咱能先商量一下这孩子 到底是生还是不生的问题吗? 奇声垂下了眼帘, 半天没说话, 只等到我都着急了, 这才听他轻声问道, 你想怎样? 我见他口气虽然平淡, 可放在膝上的手, 却已是紧紧地握成了拳, 便猜着, 他心里其实也蛮紧张的, 觉得不管他信不信, 自己还是应该向他 表一表我的忠心才好。 我想了想, 便坦诚地说道, 皇上说得对, 为了不让张家势力过剩, 这孩子还是不要的好。 奇声疏着抬头, 死死地盯着我, 问, 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要这孩子? 我先愣后怒, 你进门的时候, 不是说这孩子确实不是你想要的吗? 怎么一会儿功夫, 就不承认呢? 我忍着怒气, 问奇声, 那你说, 这孩子到底要还是不要? 要。 奇声态度十分坚定, 说完了又轻声, 逼近了我, 冷声威胁道, 你若是敢对这孩子动手脚, 我和你没完。 我仰着脸和他针锋相对, 问, 那张家怎么办? 奇声爽快承认道, 扳倒了, 那我呢? 我又问, 奇声答道, 你将会一直是我奇声的皇后。 我也有点急了, 你糊弄小孩子呢, 谁信呢? 我伸手去推他, 怒道, 张家一旦获罪, 我还能继续做皇后吗? 你当我傻? 奇声伸手抓了我的手, 身体纹丝不动, 只沉身说道, 你信我, 我定能保住你的皇后之位。 我一看推不开他, 干脆就往回抽手, 嘲讽地说, 你也信我, 我定能叫张家只做忠臣良将, 世代不凡。 奇声终于慢慢地松开了手, 站起身来, 沉默两久之后, 哭得轻轻地吃笑一声, 问道, 你说, 张家若是知道你这个女儿, 其实是个假的, 会如何反应? 我不由愣了下, 你坐上皇位了, 这就想着用这个威胁老子了。 我从床上跪坐起来, 正经答道。 张家这一辈子, 只生了张蓬蓬与张二姑娘, 两个嫡女, 构格做皇后。 若是以前吧, 他们知道了我是假的, 估计就会想法除了我, 然后送了二姑娘, 来做这个皇后。 可如今呢, 齐盛看着我, 很是配合地问道, 如今怎样? 我冷笑一声, 说道, 如今张二姑娘与贺炳泽, 怕是早已生米做成了熟饭, 张家自然不敢把这顶绿帽子, 戴到皇上头上来。 齐盛神神色一变, 定定定地看着我, 我觉得还不解气, 又笑道。 不过呢, 话也不能说得太绝对了, 就算张二姑娘是贺炳泽的情人又怎么样, 将是还是赵王的媳妇呢, 皇上一样还不是把她藏到了幽兰殿吗? 皇上是天下之主, 度中能容天下人的。 齐盛的脸色已是铁青, 眼中似都能冒出火来了。 我一时不觉有些害怕, 想着小子, 别再一下子就被我气死了。 转念一想, 其实就这样气死了也还不错, 虽然做不了太后了, 可若是扶持了毛测军登基, 起码也算有个拥历之功, 就算是做给世人看, 她也不能亏大了我这个前皇后。 这样一想, 便恨不得再说几句恶毒的话, 来气齐盛, 可还没张嘴, 却忽觉的小腹猛得一痛, 便忍不住哀呀了一声, 弯下了腰。 齐盛一步冲了上来, 急声问道, 怎么了? 我这手都捂肚子上了, 还问我怎么了? 我捂着肚子栽倒在床上, 没好气地答道, 我肚子疼。 齐盛脸色更是紧张起来, 忙叫了绿梨进来, 又吩咐人去传太医。 一会儿的功夫, 就见宋太医一溜小跑地 从外面回来了, 一进店门就先问绿梨, 可曾见红? 听绿梨回答没有, 宋太医明显地松了口气, 这才过来问我具体哪处腹筒, 上前给我诊脉。 齐盛一直副手立在床边, 也不说话, 只绷着嘴角看宋太医。 宋太医手指还搭在我的腕上, 沉默不语。 我腹中的那震痛感已是过去了不少, 见状不觉有些奇怪, 忍不住低声问宋太医的, 怎么了? 是不是胎像不闻? 宋太医额头上渗出细微的汗珠, 眼角悄悄地瞥了一眼其声, 转而压低了声音问我, 娘娘, 你可曾吃过什么东西? 我一愣, 还未作答, 手在旁边的绿梨, 已是嘴快地答道。 娘娘自从早上起来, 就一直没吃东西, 只吃了半个翠山火龙骨那里, 供来的半个香瓜。 那香瓜又脆又甜, 我本想是全吃了的, 结果绿梨生怕我吃坏了肚子, 强行地收走了半个。 宋太医脸上就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 小心地看了看我, 又用眼角撇齐盛, 就是不说话。 一旁的齐盛等得不耐了, 冷声问, 到底怎么回事? 战无大碍, 宋太医忙答道, 却是看向我, 用商量的口气问道, 要不, 再给娘娘开点安胎药吃吃。 唉, 你看这话, 说得多委婉, 你直接说我是吃多了瓜果, 所以肠胃不舒服不就得了? 很是无奈地挥了挥手, 算了吧, 你还是赶紧下去了吧。 宋太医听了这话, 如获大事, 又小心地看了一眼齐盛, 退了下去。 我也偷眼, 打量齐盛, 发现那小子的脸色, 着实不妙, 便赶紧吩咐绿梨道, 快把那香瓜给皇上拿来尝尝, 味道的确不错。 话音一落, 齐盛的脸色又黑了三分, 绿梨偷偷地瞄了我一眼, 转身出了店门, 齐盛这才转过身定定地看着我, 我硬着头皮和他对视, 呼地发现, 这小子的铜仁明明黑的幽深, 却又隐隐地透出些蓝色, 我一时不觉看得有些真了, 就听得齐盛低声对我说道, 再信我一次。 他一提这个信字, 我心中却呼地恼怒起来, 便赶紧点了点头, 信, 我一直都信。 顿了顿, 又试探地问道, 齐盛, 我能问你一件事吗? 齐盛眼眸一亮, 连带着那抹幽蓝也隐隐跳跃起来, 他微微扬了下河, 问我道, 你想问什么? 我迟疑了一下, 小心地问道, 你祖上可是有胡人的血统, 齐盛睁了, 我用手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那, 你瞳孔带着点蓝头, 这不像是纯种的男下人哪, 祖上有胡人的亲戚, 齐盛没有作声, 只静静地看着我, 眼中的蓝色却是越发地幽深起来, 我不由看得嘖嘖称奇, 齐盛那里却是呼呼地吃笑了一声, 仰着头, 闭上了眼, 好扮上才转头向我看了过来, 轻声说道, 你很好, 真的很好, 竟还夸上我了, 难道没听出来, 我在骂他是杂种吗, 他这样一夸, 却是夸得我心虚起来, 我盲谦虚道, 不成, 不成, 还差得远, 还得多向你学习, 好好学习, 扑文地一阵清香飘来, 我抬眼, 就见绿梨那边端着一个切开的香瓜, 轻手轻脚地进了店, 我乐了, 盲伸手招呼齐胜的, 尝尝, 真挺不错的, 送来的不多, 我就没叫他们往别处送, 全在我这儿了, 绿梨却是一副胆战心惊的模样, 小心地把果盘端到了齐胜的面前, 齐胜便弯着嘴角, 露出一抹浅淡的笑意来, 轻轻地抬手, 却是一把掀翻了绿梨手中的果盘, 全银的果盘, 哐当一声, 落在了地上, 绿梨膝盖一软, 立刻就在齐胜面前跪下了, 齐胜却是转过头来, 看着我轻声说道, 你好好养着吧, 这孩子若是有诗, 我就拿你整个兴盛宫的人给他陪葬, 轻飘飘地说出这样一句威胁的话之后, 便又是习惯性地拂袖就走, 我已经习惯了他此等幼稚举动, 早都见怪不怪了, 只叹了口气, 就听得那边的绿梨也长长地叹了口气, 我问他, 你叹什么气? 绿梨答, 奴婢探娘娘能把皇上气成这个样子, 可见皇上这次对娘娘是真的伤心了, 我看着地面上滚得乱七八糟的香瓜, 许久没有出声, 绿梨便又问我, 娘娘看什么? 我转而问他, 你说这女人生孩子是不是特别疼啊? 绿梨文言半天没说话, 然后起身走到了我的床边, 蹲下身来看向我, 轻声道, 娘娘, 咱们就再信皇上一次吧, 我也看着绿梨, 反问她道, 你信一个帝王会忽然变成情种吗? 绿梨微微地张着小嘴, 看着我说不出话来, 我笑着伸手抬了抬她的下巴, 叫她合上了嘴, 说道, 丫头啊, 别傻了, 其圣她不是情种, 她就是曾经情种过, 那对象也不是张蓬蓬, 以前不是, 以后也不会是, 赶紧的, 把地上的香瓜都捡起来, 洗洗看看, 还能吃吗? 一番话说完, 绿梨已是听得呆了, 我却只觉得心神俱疲, 只想躺下了大睡上一觉, 同时好好地想一想, 僵尸肚子里的孩子突然就到了我的肚子里, 我该怎么向毛测军交代呢? 娘娘, 娘娘, 你怎么了, 来人啊, 来人! 她这一叫来人不好, 宫女那时呼啦啦涌进一大棒, 连带着把齐圣也招来了, 绿梨端着碗燕窝粥跪在我的床前, 一个劲地苦声哀求着, 娘娘, 娘娘您就吃一点吧, 再怎么样也是自个身子重要啊, 我听得有些动容, 强撑着手臂坐起身来, 绿梨脸上大喜, 立刻过来扶我, 这样才对, 娘娘就算不顾忌自己的身子, 也得顾着腹中的孩子啊, 绿梨, 你不嗷死我, 你不甘心是不是? 我立马推开她, 重新又躺了下去, 店内顿时又乱了起来, 正乱哄哄地闹着, 却又突然静了下来, 齐圣走上前来, 站在床前看了看我, 淡淡地吩咐, 你们都下去吧, 绿梨畏惧地看了看齐圣, 又担忧地看了看我, 迟疑了一下, 还是退下去了, 临走时却是壮着胆子, 把周晚塞到了齐圣手中, 就见齐圣微微地一愣, 然后端着碗在我床边坐下了, 他沉默片刻, 突然说道, 其实, 这个孩子确实不是我想要的, 这次上来就说实话, 太不像他的风格了, 我忍不住坐起身来, 警惕地看向他, 他勾了勾唇角, 露出一丝苦笑, 确实避开了我的视线, 顿了顿, 缓声说道, 可当我知道这孩子真的存在了的时候, 我的心里竟然很欢喜, 他这样一说, 我便忍不住松了口气, 他现在还不忘接着糊弄我, 可见心里还是忌惮张家势力的, 那么, 我的近况就还没有到最糟的地步, 齐圣在那里继续煽情, 有时候忍不住会想着, 这孩子到底是男顺女, 长得什么样子, 像你还是像我, 若是生男还好, 以后娶了媳妇进家就好, 可若是生了个女儿, 我以后要把她嫁到谁家去, 既不能叫她受气, 又不能委屈了她。 我从未想过, 这小子竟然也能如此磨叽, 到后面实在忍不住, 出言打断了她, 皇上, 咱能先商量一下这孩子, 到底是生还是不生的问题吗? 齐圣垂下了眼帘, 半天没说话, 只等到我都着急了, 这才听他轻声问道, 你想怎样? 我见他口气虽然平淡, 可放在膝上的手, 却已是紧紧地握成了拳, 便猜着, 他心里其实也蛮紧张的, 觉得, 不管他信不信, 这天下之主, 肚中能容天下人的。 齐圣的脸色已是铁青, 眼中似都能冒出火来了, 我一时不觉有些害怕, 想这小子, 别再一下子就被我气死了, 转念一想, 其实就这样气死了也还不错, 虽然做不了太后了, 可若是扶持了毛测军登基, 起码也算有个拥历之功, 就算是做给世人看, 他也不能亏大了我这个前皇后。 这样一想, 便恨不得再说几句恶毒的话, 来气齐圣, 可还没张嘴, 却忽觉的小腹猛得一痛, 便忍不住哀呀了一声, 弯下了腰。 齐圣一步冲了上来, 急声问道, 怎么了? 我这手都捂肚子上了, 还问我怎么了? 我捂着肚子栽倒在床上, 没好气地答道, 我肚子疼。 齐圣脸色更是紧张起来, 忙叫了绿梨进来, 又吩咐人去传太医, 一会儿的功夫, 就见宋太医一溜小跑地 从外面回来了, 一进店门就先问绿梨, 可曾见猴? 经历里回答没有, 宋太医明显地松了口气, 这才过来问我具体哪处腹筒, 上前给我诊脉。 齐圣一直副手立在床边, 也不说话, 只绷着嘴角看宋太医。 宋太医手指还搭在我的腕上, 沉默不语。 我腹中的那震痛感 已是过去了不少, 见状不觉有些奇怪, 忍不住低声问宋太医道, 怎么了? 是不是胎像不闻? 宋太医额头上渗出细微的汗珠, 眼角悄悄地瞥了一眼其声, 转而压低了声音问我, 娘娘, 你可曾吃过什么东西? 我一愣, 还未作答, 手在旁边的绿梨已是嘴快地答道。 娘娘自从早上起来就一直没吃东西, 只吃了半个翠山火龙谷那里供来的半个香瓜。 那香瓜又脆又甜, 我本想是全吃了的, 结果绿梨生怕我吃坏了肚子, 强行地收走了半个。 宋太医脸上就露出了恍然大畏的神色, 小心地看了看我, 又用眼角撇齐盛, 就是不说话。 一旁的齐盛等得不耐了, 冷声问, 到底怎么回事? 斩无大碍, 宋太医忙答道, 却是看向我, 用商量的口气问道, 要不再给娘娘开点安胎药吃吃。 唉, 你看这话说得多委婉, 你直接说我是吃多了瓜果, 所以肠胃不舒服不就得了? 哼, 自己还是应该向他表一表我的忠心才好。 我想了想, 便坦诚地说道, 皇上说得对, 为了不让张家势力过剩, 这孩子还是不要的好。 齐盛疏地抬头, 死死地盯着我, 问, 我什么时候说过不要这孩子? 我先愣后怒, 你进门的时候, 不是说这孩子确实不是你想要的吗? 怎么一会儿功夫就不承认呢? 我忍着怒气, 问齐盛, 那你说, 这孩子到底要还是不要? 要。 齐盛态度十分坚定, 说完了又轻声, 逼近了我, 冷声威胁道, 你若是敢对这孩子动手脚, 我和你没完。 我仰着脸和他针锋相对, 问, 那张家怎么办? 齐盛爽快承认道, 扳倒了。 那我呢? 我又问, 齐盛答道, 你将会一直是我齐盛的皇后。 我也有点急了, 你糊弄小孩子呢, 谁信呢? 我伸手去推他, 怒道, 张家一旦获罪, 我还能继续做皇后吗? 你当我傻啊? 齐盛伸手抓了我的手, 身体纹丝不动, 只沉身说道, 你信我, 我定能保住你的皇后之位。 我一看推不开他, 干脆就往回抽手, 嘲讽地说, 你也信我, 我定能叫张家只做忠诚良将, 世代不凡。 齐盛终于慢慢地松开了手, 站起身来, 沉默良久之后, 哭得轻轻地吃笑一声, 问道, 你说, 张家若是知道你这个女儿 其实是个假的, 会如何反应? 我不由愣了下, 你坐上皇位了, 这就想着用这个威胁老子了。 我从床上跪坐起来, 正经大道。 张家这一辈子 只生了张蓬蓬与张二姑娘, 两个嫡女够格做皇后, 若是以前吧, 他们知道了我是假的, 估计就会想法除了我, 然后送了二姑娘 来做这个皇后, 可如今呢? 齐盛看着我, 很是配合地问道, 如今怎样? 我冷笑一声, 说道, 如今张二姑娘与贺炳泽 怕是早已生米做成了熟饭, 张家自然不敢把这顶绿帽子 戴到皇上头上来。 齐盛神色一变, 定定地看着我, 我觉得还不解气, 又笑道, 不过呢, 话也不能说得太绝对了, 就算张二姑娘是贺炳泽的情人又怎么样, 将是还是赵王的媳妇呢, 皇上一样还不是把她藏到了幽兰殿吗? 皇上是, 我不理解她为什么坚持和我拧这个, 忍不住眯了眼睛去瞅她, 宋太医颤抖着在我面前跪下了, 磕着头, 额头上滚着汗珠, 结结巴巴地说道, 张老太君那里, 确实曾与老臣谈过些事, 老臣也是硬了的, 可不曾想, 来给娘娘枕脉之前, 皇上就招了老臣过去, 非但知道您家里怎么和老臣说的, 就连在哪里见的面都知道了, 老臣一个扛不住, 就都承认了。 我听得一身冷汗, 心里一个劲儿地念叨着, 尊老,尊老, 这才强忍着没抬脚去踹她, 只冷声问她, 她怎么说? 她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又接着结巴道, 皇上就交代了, 既然娘娘盼着自己有喜, 那就枕出个喜脉来, 叫您如意就是的。 谁知, 老臣却发现, 娘娘是真有喜了。 我觉得脑袋一阵阵地发懵, 强自忍着, 声音也不由地跟着她打起颤来。 你, 你为什么不早说? 宋太医很是委屈地看着我。 娘娘, 老臣一直都和您说您有喜了。 我一口气差点没噎死过去, 又问, 你为什么不和张老太君说我是真有了? 宋太医更是委屈, 他也没再问老臣呢。 我眼前开始发起黑来, 真有种要吐血的感觉了。 我觉得此刻, 再和这老头待下去, 我会忍不住掐死他。 只得冲他摆了摆手, 走吧, 快走。 顾摸着他也在一直等着我这句话, 听了匆匆忙忙就退了下去。 我一直默默地坐着, 只觉得精神有些谎哭, 脑子里一片空白。 绿梨轻手轻脚地从殿外进来, 低声问道, 娘娘, 宋太医可是说了什么时候可以落胎? 我抬起头, 定定地看了他半晌, 轻声说道, 绿梨, 我是真有了。 绿梨争了, 两人相对久久无言。 我这里一把辛酸泪正要流下的时候, 绿梨呼地从地上跳了起来, 低声欢呼道, 哎呀, 娘娘, 那岂不是都要气死僵尸那件人了? 我接遇吐血, 忍不住向后扬倒。 绿梨, 你还是先气死老子容易些。 绿梨一脸急色地扑了过来, 急声道, 忍不耐地挥了挥手, 算了吧, 你还是赶紧下去了吧。 宋太医听了这话, 如获大事, 又小心地看了一眼齐盛, 退了下去。 我也偷眼, 打量齐盛, 发现那小子的脸色着实不妙, 便赶紧吩咐绿梨道, 快把那香瓜给皇上拿来尝尝, 味道的确不错。 话音一落, 齐盛的脸色又黑了三分, 绿梨偷偷地瞄了我一眼, 转身出了店门, 齐盛这才转过身定定地看着我, 我硬着头皮和他对视, 忽地发现, 这小子的铜人, 明明黑的幽深, 却又隐隐地透出些蓝色, 我一时不觉看得有些争了, 就听得齐盛低声对我说道, 再信我一次。 他一提这个信字, 我心中却呼地恼怒起来, 便赶紧点了点头, 信, 我一直都信。 顿了顿, 又试探地问道, 齐盛, 我能问你一件事吗? 齐盛眼眸一亮, 连带着那抹幽蓝也隐隐跳跃起来, 他微微扬了下河, 问我道, 你想问什么? 我迟疑了一下, 小心地问道, 你祖上可是有胡人的血统, 齐盛睁了, 我用手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那, 你瞳孔带着点蓝头, 这不像是纯种的男下人哪, 祖上有胡人的亲戚, 齐盛没有作声, 只静静地看着我, 眼中的蓝色却是越发地幽深起来, 我不由看得嘖嘖称奇, 齐盛那里却是呼呼地吃笑了一声, 仰着头, 闭上了眼, 好扮上才转头向我看了过来, 轻声说道, 你很好, 真的很好, 竟还夸上我了, 难道没听出来, 我在骂他是杂种吗? 他这样一夸, 却是夸得我心虚起来, 我盲谦虚道, 不成, 不成, 还差得远, 还得多向你学习, 好好学习, 呼吻地一阵清香飘来, 我抬眼, 就见绿梨那边端着一个切开的香瓜, 轻手轻脚地进了店, 我乐了, 忙伸手招呼齐胜的, 尝尝, 真挺不错的, 送来的不多, 我就没叫他们往别处送, 全在我这儿了, 绿梨却是一副胆战心惊的模样, 小心地把果盘端到了齐胜的面前, 齐胜便弯着嘴角, 露出一抹浅淡的笑意来, 轻轻地抬手, 却是一把掀翻了绿梨手中的果盘, 全银的果盘, 哐当一声落在了地上, 绿梨膝盖一软, 立刻就在齐胜面前跪下了,